今年鄱阳湖都干成闪电了 我们的超级工程三峡 为啥不多放点水呢 是不是都拿去发电呢 很多网友都在这疑惑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三峡有没有设计抗旱的功能呢 没有的 三峡设计的时候 只有三大功能 防洪发电和航运 建成以后才发现 这可不行啊 我国的受汉区域大有难移的趋势 从以前的三北地区 慢慢的扩展到了长江流域 所以在2010年 国家才明确新增三峡的抗旱功能 并且与防洪功能并列排在首位 有这么大一个水库 要抗旱当然是手到擎来啊 这个原理我相信小学生都能明白 在下游不干旱的时候 我少放点水攒起来 只要下游一干旱 我再加大放水就行了 典型的例子 2011年 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百年一遇的干旱 洞庭湖婆阳湖流域的旱情 比今年好不了多少 三峡就实现了累计补水220亿方的壮举 220亿方还挺多的对吧 但是今年就没有补了这么多 今年补了多少呢 根据正规媒体的数据 8月份补了两次 一次补了10.9亿方 一次补了5亿方 9月份又补了一个5亿方 加起来也就20亿方出头 立马就有人问了 怎么三峡是看不起2022还是什么 2011年你都给补了220亿方 今年为啥只给了个零头呢 这样合理吗 这样公平吗 大家先不要激动 这个可以解释了嘛 2011年和今年的干旱有什么区别 2011年的长江流域干旱 主要是在3月份到6月份 这几个月有什么特殊支出呢 这几个月过后就是汛期了 我之前讲过 水库要在汛期来临之前 腾出一定的库容 准备迎接洪水 这既是防洪的要求 也是保证大坝安全的硬性指标 当干旱恰好遇到腾库容 这不就是如鱼得水吗 腾出三峡防洪库容的同时 正好也帮下游抗旱了 而三峡的防洪库容是多少 恰好就是221方 是不是一切都合理了 再来说说今年的长江流域 媒体喜欢用极端来形容今年的干旱 但我觉得用异常更加合适 因为今年的干旱是从7月份开始的 一直持续到现在 7月到9月是长江流域公认的汛期 去年的这个时间大家都还在防洪 谁能想到今年又炎热又干旱呢 堂堂四川都能干旱到停电 主汛期反库 这不是异常是什么 各大水库早早的就腾出库中 严正以待洪水到来 大多水库都是在防洪限制水位上下运转 包括三峡水库 万万没想到洪水没有等来 等来了百年不遇的干旱 洞庭湖泊洋湖长江中下游 水位都打破了有纪录以来的最低值 你说让三峡多放点水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所以问题就是 早早的放水腾库戎 等待洪水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做错了呢 我刚说了 腾库戎防洪是保证大坝安全的硬性指标 什么是硬性指标 就是如果你做不到 一旦洪水到来 大坝的安全将无从保证 防洪和抗旱不属于鱼和熊爪不可兼得的范畴 在洪水和干旱都无法预测的情况下 提前腾出库戎是基本操作 肯定有人会说了 这技术也太落后了 洪水和干旱当然是有办法预测的 其实我们是有预测的 今年的6月份 我们就推演出来了今年的干旱 并要求各水库适当增加蓄水量 通过评估 今年三峡也没有降到 往年的防洪水位145米 而是多留了5米的库容 这5米的库容 就是今年堵得这21方水的来源 能不能再多留几米呢 万一洪水绝的人类 登鼻子上脸 给我们一点咔了杜杀 那可就吃不了兜杀走了 那为什么三峡水库不能继续放水 把水位放到145米以下 一直放到不能放为止呢 肯定是想留着发电 果然是赚钱才是第一位 一定有人会这样想 这个想法能有什么错呢 三峡想要放水 放到130米都可以 既然没有放 当然是留着发电了 发电并不是原罪 只是大家要明白 水库补水的过程中 水也是先通过发电机 再放到下游去的 所以不管补多少水 都不太会影响到发电效益 发电和补水并不是对立的 另外补水抗旱 是不是放水放得越多越好呢 当然是否定的 过多的补水 只会让更多的水流入大海 长江是低于地面的 沿途的干旱地区取水 基本都是采用从江里抽水的方式 三峡水库的放水量 只要保证长江水位 高于各个抽水口 就能满足抗旱的需求了 而不是越多越好 尤其是今年这种异常情况 个人应该掰着手石头放水 利用好三峡水库的每一方水 以防止出现更极端的天气 这恰恰是一种睿智的表现 而实际上 一个三峡能解决 整个长江流域的干旱问题吗 当然不行 水往低处流 三峡也只能缓解 从长江干流抽水 能够覆盖到的区域 你靠着哪条河 就只能指望哪条河 你靠着湘江 你就只能指望 湘江上游的水库放水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抗旱不能只着眼于某一个水库 各条河流上的大大小小的水库 加上完善的灌溉设施 形成一个有序的系统 才是人类抗旱的稳定保障 所以大家回过头来 思考一个问题 人类应不应该多修点水库呢 很多年前甚至有人说 极端天气就是人类大新水利 修了太多的水库造成的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才是挺极端的 就像今年北半球集体高温干旱 总不能说是中国的水库见多了吧 我倒认为恰恰是我们的未雨绸缪 才将灾害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一个大家的关注 我是工程师徐小刀 因为我一定是很想